其實剛才我跟他們其實嘗試 一場是對你們 走二中最深度可能的技術脫鏡 政府7237推文說要延遲選舉 因為大量的主要會讓2020總統兩卷 變成世上最不正確的 是必端最多的一場選舉 政府說是真的嗎 一個成熟的民主大國 怎麼會連該總統統都可以操作 不可開招 之前就讓政府嘴笑聲聲說給你 所以從4月開始就不斷的 討論郵寄投票可能倒是 選舉一個郵寄至今的問題 83日他接受黨媒實施討論的時候 更直接表示他不支持國會撥款250億元 羞困美國郵政局 就是因為其中35人 會被湧在支援郵寄投票 熟知美國政治的大家肯定知道 如果川普支持肥便整套的話 都會引起了軒然大火 這次爭議的禮拜 就是民主黨世界上的禮拜 共和黨愛恨戰 負責游擊投票的 美國郵政局 美國郵政局一位副長 導致信使造型 排名的幾千萬元 現任署長操作 川普經濟的格調 於六月中傷到後面 拷掉新的黨格 大肯定人都將會進去 撤除由後 郵件分開支 降低 結果呢 導致7月以來 全美國的郵件 延誤遞送事件的頻繁 有的時候甚至直接 引誤了一個事情 沙漠 德強語的川普 暢銷謊 精準拖慢郵政 沙漠 然後自己知道 選舉無力的丁謀樂 因此盛行尊嚇 原本如果實際是想在 美國討論美國人 也不是被嚇到 觸動美國民眾的敏感神經 是8月14日的 國郵政局 寄給美國46個中政局的地方信 信眾 美國郵政局好地提醒 各州政府說 如果你們不修改 原本的選舉時程的話 有不要求選民早一點登記 遊戲投票的話 那可能因為這次很多人 疫情的關係 想要用計的 選票可能沒有辦法 即時的送到選委會 政府無效喔 Oh my God 這簡直太勁爆了 這東西看下很多美國人眼裡 就是川普跟美國遊政局 合謀 試圖影響美國 就把選擇鐵陣 那儘管德喬英釋放出來很冤 甚至自由他的媒體 甚至郵報也出來當他的環境 說這東西是德喬英商人前 就無效 基於事實 要發給各州政府的 唉 只能說川普就太多潮溼了 這個承受不住民意 退停壓力的各個潮溢 最後在大陸 十八月 宣布佔領大盜 酷福的Costing改革 會盡全力去把遊戲投票 順利解決 因為有機投票在美國行之有令 其實完全不是新鮮事 2011年總統當時就高達四分之一的選擇 選擇有機投票 川普他自己的2011年的時候 從州長和國會其中選舉 也都是申請不在機的有機投票 所以深入問題回聲 多家自由派媒體直傳口 我推有機投票 所以根本是因為疫情通知一下 民主黨支持者或六成本的選擇 郵寄投票反觀共和黨只有不到兩成 如有您的Pewisor Center數據精確 川普自然毫無理由支持郵寄投票 民主黨自然也得捷徑全力而捍衛人民的郵寄投票錢 所以到底郵寄投票會不會倒是作弊的 川普這次就不會吧 看起來是沒什麼信念 除了美國還有沒有其他國家也是屬於郵寄投票 當然有英國德國西班牙募集跟法律平加大 當然有以老韓民主國家英國為例 郵寄投票制度是由於一次世界大戰 大英軍人滯留海外 所以英國國會依照1918年人人代表法 的開放郵寄投票 實際經歷 英國選民生不需要任何優勢 也都不需要優勢 也不需要優勢 真的是手手 好方便呀 好 那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好奇 英國難道不會像美國一樣 擔心郵寄投票可以比起危嗎 實際上有的 2016年一份英國政府的研究報告 顯示 但是年輕人少數組群 一些部份裡面是容易受漲備 嚴重膽肺肺炎 好啊 那看完英國 亞洲當然也有國家產業的投票 但是隨著你 馬來西亞運輿 這些國家 屬於人遙控 許多人不在自己的家鄉工作 更是好用移工的主要輸出國 反鄉投票的歷程 遙遠不像台灣從台北到高雄 投票只要高水量和享受就可以到 那郵寄投票讓他們不用回國以後 完成投票 既然有其必要性 那從許多國家歷史來看 有許多所謂台灣工作者 屬於各國產業郵寄投票的關鍵因素 那多國也許多人去歐洲工作 所以利益有很多人到台灣 到其他國家從事家務啊工地的勞動 那我們呢 台灣人幾百萬人幾百萬都是去大陸工作 那你說我們要在大陸幹郵寄投票 你覺得很乖乖的 因為說到這裡 郵寄投票的方便性 是不是其實在這個郵寄投票是大利益的 那大家覺得我們是不是也要採用 郵寄投票呢 今天強勢強勢解決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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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